另外加州最近也通过了加州基本收入法将为符合条件的居民 每个月提供1000美元的现金来保障基本的经济需求 来看我们的新闻详细报道 加州收入与税收委员会在4月26日通过了加州基本收入法 AB65的草案 该草案由旧金山民主党参议员斯科特·维纳·伊基罗达伦所和谐 并且得到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加州分会的支持 将提交众议会拨款委员会进入下一轮的讨论 依照该法案 加州政府将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每月提供1000美元的现金 以保障基本的经济需求 据法案的资格有三项限制 一、领取者必须是过去连续三年于加州居住 二、且目前未被监禁的18岁以上成人 三、收入必须是居住县的人均收入中位数200%或以下 目前估计每年将花费670亿至1290亿美元 罗达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全民基本收入将为加州人提供经济保障 并且能花时间进行个人和创造性的追求 或者回到学校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正如最近的联邦经济刺激方案所展示出来的 只有将现金直接放进人民口袋里 才能为脆弱的加州人提供经济帮助 罗达伦指出他的另一项提案AB1338 也与基本收入有关 希望保护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参与者 免被征收所得税 或被其他的公共福利计划排除 中天中望 正理报导